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且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全球的局势下面 我们或者是企业家吧 在如何来应对 或者是来如何发展自己的企业经济 这一点我觉得有一点 我很同意这个开始过程说 过程说的就是关于中国企业家走出 走出中国这个是全球投资 这个是必然的 今年2023年我已经看到非常非常明显了 就毕竟在中国的市场的竞争 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就是国内所谓的内卷 确实非常非常厉害 而且以后想要增长的话 空间肯定是在海外 特别在美国 所以今年我看到大量的企业家 国内的A股上市公司等等 第一步他们很多是跑到东南亚去了 在越南建厂 在印尼建厂 但是后来有些在那边做得不错的 后来下面我感觉他们第二步就是跑到美国来 有的在美国建厂 有的在墨西哥建厂 这个大家看一下墨西哥有个 人家给我看一个地图 墨西哥这个崇尚到下几十个 墨西哥有讲州吗 几十个州里面全是中国去投资的 因为墨西哥和美国之间有自由贸易 对对对 所以的话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中资其实在美国自己本身投的也非常大 现在像比如说北卡南卡 这一代是有大量中国企业来投资的 所以这一点来看 中国企业跑到美国来投资的话 以后会越来越多 另外一个的话 其实中资企业到美国上市 你刚刚提到的就上市 明年我觉得中资企业到美国上市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对吧 其实今年我们就过去的这段时间也看到很多的 明年有可能会 明年会有这个井喷式的上市 我觉得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在A股IPO线暂停了 就是在A股不太可能再上市了 没有可能了 去港股不行 港股现在是大家知道 所有的港股的全都加在一起的交易量 不如美国几个大公司 一个股票交易量 港股今年的performance是全世界主要市场最差的 没有之一 对 一个业绩差 另外没有交易量 很多港股的个股每天是零交易的 所以你在香港上市毫无意义 那对于中国企业有什么其他选择 新加坡也不行 以前还有一波去德国上市 就瑞士上基本上全都已经是 就是叫什么 那个 对对对 没什么戏了 明年有大量的中资企业会到美国来上市 但是呢 现在有一个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 有个很好笑的事情 我觉得有利有弊 什么有利有弊呢 就是说现在是中美有个协议 就是说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 需要中国证监会同意才行 对 对 所以呢 就是现在发觉是要经过中国证监会 和美国证监会的两边的审批才能上市 最后呢 对 商城加索当然是 但是呢 它的困难会很大 但是呢 一旦如果通过中国的审批 又通过美国审批 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 肯定是最好的公司 所以呢 现在大家有个说法是 明年开始到美国来上市的 肯定是全世界最好的企业了 所以呢 这其实应该总体的来说 还是一件好事吗 应该是个好事情 但是呢 它的压力也更大了 因为在中国想拿到审批也很不容易 对 最近我知道有公司名字不能说 它是在美国已经一切都就绪 但是在呢 它上市那个时效 要过期的半夜里面 在中国证监会拿到的路条 然后在晚上11点 拿到路条 在这儿上市成功 就是它那边压力非常大的 就是说如果那边 就中国证监会没有批准的话 这儿一样上不了 所以这也是很多风险在里面的 很多就是这个障碍吧 不算风险 我觉得障碍 但是呢 它如果能够克服这些障碍的话呢 会非常非常成功 我觉得这个刚才就是非常认同啊 这个Kevin 陈教授说的 确实我也觉得后面几年 中国企业大量会到美国来上市 美国是一个最终还是一个非常 对于企业家来讲 对于这个投资人来讲 一个热土 仍然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市场 对于这个企业家 刚才您一再用风险 用坑 用雷来说 其实坦诚讲 其实对于我作为企 我也算是管企业的吧 我不想用这个企业家 管企业这么多年 刚才我也提到 我不认为这些都是一个风险或雷 我认为这是 就是刚才Kevin说的很好 就是一个障碍 是个事情你要把它克服掉 你要去做 那么对于就是说将 预估将来会怎么样 可能大家有听说过说 企业家都是optimistic 都是乐观的居多 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 后来我也想 为什么企业家都乐观居多呢 因为首先他要创业的企业家 或者管理企业的企业家 他本身面临的都是不确定性 就像您说的风险 他天天都面临这些 那么他对于这些 他天然的有一种叫 幸存者偏差 凡是成功的 或者是幸存下来的企业家 他都是能够克服 和愿意克服这些困难 风险 然后会积极的去找一些增长点 去找一些机会的人 所以您说 这也是具备一个成功企业家 必备的一些素质 不成功的都已经淘汰了 对吧 这个所以 幸存者偏差 为什么大家 所以你要问企业家 后面会怎么样 我跟你讲 大部分企业家认为 它的预值吧 都会比常人看到的更好一点 它会更乐观一点 乐观 比较有远瞻的眼光 它必须是这样 你才能够做一个企业的leader 你能看到地平线下面没有升起来的那个船帆 你期待它能够起来 然后想办法能够趟过目前的荆棘和沼泽 那么总体来讲 我 你如果您问我 我刚才插一下我们那个郭博士还是美国康奈尔商学院的MBA的校外专职教师 对 兼职 那不像那个陈教授那是这个专职的这个教授 它的企业管理 像中国或者是美国的企业 跨界企业的管理经营 都有一些比较独特的见解 对 而总体来讲就是大环境 您刚才问 我觉得既然做华人吧 咱们就说是中美之间 中美之间的话 磕磕碰碰这几年确实是不容易 再往前瞻我不知道 明年我觉得在大选之前还可以 对啊你看所以刚才您阿拉伯都谈到了 就是上中国企业到美洲来 美国来开场建场 就是破坏business落地 现在是企业是越来越多是吧 而且是一个紧急趋势 然后接下来到美国 纳斯达克来上市的企业 还有纽交所 纽交所最近在国内开了一个上市孵化中心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纽约国不要在中国开了一个上市孵化中心 而且在成都 专门赋予中国公司来美国上市 我们下次去 中美之间的这个交流合作是越来越多 企业经贸金融和金市场计划 对吧 那么你说中美这个经贸的关系 2024之后 它会怎么样发展 我个人认为会更好 我个人认为脱钩只存在于政客的嘴里 真正的脱钩其实这个这么讲 今年确实有外资撤离中国 但是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是中美利差 对吧 这点这个陈教授更了解 中美利差是决定热钱 这个离出中国股市 这是可以想象的 也可以预期的 也是自然现象 但是你说多少真正的跨国企业 真就离开中国再不回中国市场了 我认为这是有 但是会非常少 中国还仍然是中美之间脱钩 我个人认为仍然只是存在于政客的嘴里面 但是我补充一点 就是说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 以后要来多 但是呢里面我觉得也有一点要注意的 你看到就是说现在以后 就是这个也是各种提到的 各种叫什么 这是虽然是中国企业 但其实它以后来上市 都不是以中国企业名义上市 全是批着其他国家马甲来上市的 全是新加坡公司 澳大利亚公司 越南公司 你会越看到越来越多什么 越南电动车 什么印尼自药企业 还有新加坡支付公司 背后是中国人做的 但是呢确实纯的中国公司 在美国是很难的 所以它只能是把总部呢 搬离中国 放在新加坡 即使放一个人也在新加坡 它其实真正的基地都在中国的 其实这个是以后你会看到 其实中国的国际化 国际化是越来越多 而不是越来越少 它的国际化的形式 和原来纯中国化的出海会不一样 它是真正变成一个全球 国际化的公司之后 国际化 不仅仅只是中国的公司 对 亚洲的企业来到美国这边来发展的 对 而且我要补充一点 这个是不光是一个是国内的需求 这里的投资人也有这个要求 就比如说你要想在中国 你要想现在在美国搞IPO 是吧 不管是直接上市 还是SPAC等等是吧 美国投资人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问你 如果你是一个纯的中国公司 在中国市场的话 我为什么要投钱 因为你不需要美元 你在中国做市场 你在人民币就可以了 销售收入都是人民币 是吧 为什么需要在美元投资 在美国来募资 是吧 那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公司 但是总部已经搬到新加坡去了 然后的话 下一步要在美国开场 或者要在墨西哥开场 或者是生产基地 很大一部分在越南了 它是个越南公司 它只一小部分人 是还在中国的 那当然美国融资 就有很大的优势 就是所谓的投资人 就希望以后 你看明年也会有大批的 所谓的亚洲公司 其实是中国公司 批的马甲的 但是的话 在美国的上市量会非常大 这里面他会 比如说在墨西哥开场 但背后还是有很多 是郭总说的 就是中国企业 所以我们也很关注 好像过年 就是经常说的 就是要跟进一步的 高水平的对待开放 所以对这一观点 是觉得很有乐观的态度 这个必须的 没办法 这个必须要做 我认为就是说 它肯定会去做 但是就是欧美企业 有多大的信心 这个需要一定时间 因为确实信心的损失 或丧失 是可能一夜之间 但信心的恢复 确实需要很长的时间 然后你就持续不断的 去做出来 不仅是说出来 我觉得对于这儿 我觉得大家以后 这样的机会 一块越来越多的 国内的企业 你说它如果到美国 比如到纽约开个厂 或者到北卡开个厂 它我想优先 还是会找 会说中文的 不管人做照的 管理它的供应链 管理它的整个的 销售渠道各方面的话 对照应该是有机会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 今天给我们带来 很多关于全球金融 企业跨境管理的一些 真实绝结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就是 大家如果谁有什么问题 想问 行 我想问两位老总 就是我有三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首先 就像陈教授刚才说的 就是说 我们就明年 可能会是一个 就是一个机会 也可能会是一个 就是但是市场 不可能是一下子 从一个很萧条的情况 变得特别的好 所以假设说一个 然后作为一个实验公司的话 就是请问 就是你们觉得是说 我们现在是说 就一个国内的实业公司 我应该是保持说 在国内继续发展自己呢 还是说是尽可能的 随着明年的那波 大节奏去来在美国上市呢 我先说一下 然后是这样 你首先是企业发展的 不同阶段 你要自己判断 你是不是想上市 那么如果你想上市 在明年甚至后年 中国这个IPO的 这个窗口不一定打开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没有别的选择 你需要到美国上市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到美国上市 是一个公司的 这个brand image的问题 那你变成一个 美国公司 美国上市企业 那么如果你公司认为 你后续不是仅仅是 一个中国的一个 某个区域性的地方 我就在某一个城市 某一个 咱就说 我也不知道你在哪里 这个县城 我就干点当地的事情 那就算了 你要是说 你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有一定的差异化 differentiate 在全球范围内 可以play的话 那在美国上市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不光是资金的问题 公司的image 而且你是进到了 一个国际市场 在你进到国际市场的时候 通过你在美国这边 规范的运营 就会打造一个 你一个比较 虽然比较小 但是比较坚实的 一个基础 这个基础 你可以在这基础之上 往里装产品 装产能 然后你会进到 一个国际标准的 第一是评判你 公司发展的阶段 你是不是准备要做一个 public company 然后第二是你 评判一下自己的产品线 你的技术水平 然后第三 你的将来 远期将来的发展 是不是有需求 这是我的建议 然后第二个问题 我还想问 就是说 刚才 郭总您说了 就是 branding是个非常重要的 然后但是我发现 就是说是 尤其是这个疫情期间 整一个 就国内的自媒体和 就像一些抖音 一些直播 都是爆炸式的增长 但是这个情况下 但是好像这个情况 但并没有在 目前还没有在美国发生 但是已经有一个 相对来说的趋势了 您觉得就是 一个公司是否应该 就是怎么 如何看待一个实业公司 如何看待这个网上 电商以及 就是这个直播的 这个combo 对于新鲜的事物 我想每一个企业家 都会关注 都不可能不看 因为确实企业家 它是有这种触角和灵敏度 商业的灵敏度 对于抖音 对于这个网上直播 这些作为新鲜事物 我个人认为 第一 是一个是个好事情 是需要接触的 同时我个人认为 作为一个企业 要想走得长远的话 不能够只依赖于 抖音网上直播 就举个例子 这个董明珠 它的这个隔离电器的成功与否 它不可能依靠它网上带货 虽然它等网上带货 听说是200多亿 创中国这个网上带货的最高纪录 但是隔离电器能够靠网上直播来持续发展吗 这是不可能的 它还是要做最基本的产品技术 然后传统的商学院的4P 仍然到今天是适用的 4P 你也知道 那么这个我觉得传统的商业模式 和商业的要素 在新技术时代仍然是重要的 新技术是一个工具 但不能本不倒置 然后那就是在此基础上 您觉得就是说 因为我感觉就是说 在就是这个就是媒体啊 电商领域的话 中国是相对来是领先一些欧美国家的 那在未来的时候 就比如说对您自己的企业 那您觉得这个电商会对本地的实业 是一种威胁呢 还是说是一种 就是一些未来的可能性 这个问题正好呢 今天没有机会讲 我特别想提一下 就是拼多多 拼多多在美国呢 叫Tamil 我不知道在座的 有多少人用过Tamil 举个手我看一下 哦 Frank你都用过 都用过 对我们都用过 这个 题目 题目 做的 第一呢 做的非常好啊 这个比阿里巴巴 在海外做的成功得多 这个我要给他一个credit two thumbs up 但是有多少人会关注拼多多 Tamil上面的产品的品牌呢 那些产品对于那些生产企业供应商 他这个business model 是不能够 那你说做的好 是做好在哪个方面呢 拼多多是 拼多多做的好 我现在说拼多多里面 代理的那些产品 那些供应商 他们的品牌 有没有能力助呢 不一定 对吧 他今天卖的多 那不一定明天他能卖的多 然后呢 消费者用了他 并没有对他有的品牌的 粘合度是没有的 可国际跨国大品牌 为什么能够那粘合度那么大 这个里面要中国企业 要真的要体会 要学习 要能够 不就是要 要了解到一个网上爆品 它不能够产生一个长期的粘合度 这中间还有一段距离 中国企业能够用那个爆品产生知名度 后面怎么会产生品牌粘合度 然后产生品牌的忠诚度 然后把这品牌忠诚度 能够转换成利润 从把利润转换成这个技术 这个专利的长期的这个这个护城河 这个是要有要有功利的 这个是我们做business 这个MBA商学院 我们要教会他们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中国企业 这个拼多多里面的很多企业 好东西很不错 但是我很担心 它明天这个企业 不一定能够走到明年 但是拼多多会走到明年 这没有问题 就是他们好像想借鉴一下 天猫的模式 就是把流量大部分 提供在一些头部的品牌上 也就是造成一些 就是有一些 虽然是拼多多上面的店 但是大家知道 拼多多是有一个某某品牌 你觉得这个 您觉得这个策略 会对您刚才说的问题 会解决一下 它要改善 这个是一个方向 是能够 it will help 但是并不能保证 它会树立起 或堆叠起几个 几个重要的头部品牌 这个里面 仍然还取决于 这个产品 是不是本身 有differentiated 然后有品牌的知名度 粘合度 大家的喜爱度 忠诚度 同时也涉及 这个平台 是不是做得好 你现在说到的 Tamil的包装 是什么 是一个 一个塑料袋 把什么东西 就存在里面 你拿到的东西的时候 可能那包装 都已经压不得不行了 如果是一个 brand name的产品 像这样的产品 你能够想象 它放在拼多多里面 那个包装都被压烂了 你然而然而认为 Mucinex是个好药吗 你不可能 Mucinex这个药 做的包装 你们可以看到 里面非常的坚实 是铝箔纸用的 然后里面 我打开给你们看 它里面 我跟你讲 细节 这里面 就是说要做品牌 就要做细节 所有人给我 像我们 像我 听说我是做 这个Mucinex药的 都说两句话 第一句话 那个药非常管用 你们都可以回去试 以后 我不是想广告 你们不缺你们 在座这些人的 这个消费量 非常管用 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 我提个建议 第二句话是说 我给您提个建议 这个太难开了 打不开 为什么打不开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叫做 Child Resistant 就是防止小孩 他务实 为做这个 我们当时 这个Recky Bankis 要求我们 做特别的监视 我们做了第一版 他直接拿到 北卡的一个幼儿园 去试 结果幼儿园 居然有一个小男孩 一个小男孩 把他打开了 然后第二版 我回去 我跟我圣诞长长 说这不行啊 这个 我们的圣诞长长 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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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基斯坦人 跟我说 行 大海你放心 我这次再做一版 成年人都打不开 这版 就现在就是 成年人都打不开 你得拿那个 东西挑开 我就想说 这个是品牌的 他顾到的 每一个细节 这个里面 就是大家可以看 这个盒子 和你在拼多多买 东西的盒子 是两件事情 这个盒子本身 就是保证它一定的坚固度 然后里面所有的挑心码全都有 这个就是说 你要中国企业要做戏 要真的要做的一个国际 就是美国和欧洲 美国为什么是全世界 这个 deserve一个 high price high profit的一个市场 因为它对品牌产品的要求程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这里面敢保证 所有的药的质量 是 这么讲 我说同样有做 仿制我们要后来出来的 印度生产的 我拿印度生产的这个药丸 我放在跟我们同时做测试对比 我们要求是六个月加速稳定性 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去测试 我们六个月 一丁点问题没有 印度的要 同样的 在那边卖的 不是Mucinex品牌的 两个礼拜要化没了 化的没了 你可以想象 就是这个差距在里面 就是中国企业要真正想做品牌 你就要 要内工做好 内工要做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